走 老兄成怒了 上次你怎么让我丢脸的 这次我又怎么还给你 一副全酸样 还到处装富二代泡妞 这以为没人知道你家什么德行 你妈到处不就去行街工吗 走 你咋只说几分姿色 还够三大四的 走 他就是不正经 你站住外面 看来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你 再打下去 就只能记过开除 来啊 打我 来啊 我告诉你 我们家虽然穷 但是我妈一直叫我 做人得有点良心 下次我再听了你脚踏舌羹 饶不了你 还有 恶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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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说没钱还打得脸充胖子 这得参加什么赛挺醉 现在呢闹着要推赛 害了所有人 有些人就是爱一厢情愿 把别人想上这种富二代 结果发现不是还怪人在骗人 明明人家穿的也只是普普通通 手机用的都是去年的旧款 不知道全身上哪点先负了 怎么了 前两天我在骁门口网吧碰到程浩了 看到他鬼鬼祟祟跟踪宋司翊 不知道抓了宋司翊什么把柄 回来后两人闹了一场 就开始流言四起了 他跟踪宋司翊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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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